记得当年小编听肖战唱这首歌的时候 鸡皮疙瘩瞬间起来 听了无数次看了无数次 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歌声和风格 要说娱乐圈中有谁是真的凭着一首烂牌 然后逆袭成王的 那肯定会有肖战的名字 227的全网黑真不是说着玩的 那种铺天盖地的抵制 差点断送了肖战的艺人生涯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肖战依然能角处逢生 有人说有资本保他 我只想说在娱乐圈资本傍身的演员多的是 又有谁能达到肖战这种断崖式的热度呢 肖战从巴黎时装周的大受欢迎到回国 整个网络再次疯狂 机场再次瘫痪 成为了整个网络的焦点 成为了粉丝的狂热 是的 肖战时装周之行 没有先例 也许真的只有肖战能做到 这几年很多人试图模仿肖战 超越肖战 代替肖战 但最终只能靠自己生存 那肖战又为什么会逆袭成王呢 仔细想想 肖战出道晚 走红后也遭遇全网黑豹 这几年产量也不高 极其低调 为什么能有这么强持续的热度 只是因为长得帅吗 说实话肖战肯定不是娱乐圈最帅的 审美一定有疲劳 热一定会发散 肖战的断层顶流 不仅是一个饭圈现象 它实际上是一个现实社会中的经济现象 即 稀有性 常言道 物以稀为贵 肖战的成长步骤是完美地验证了这个治理名言 在经济学上 稀缺不死意味着物品数量稀缺 只有供少于求 有需求的稀缺才有价值 一般来说 独立自主和非主流的东西也很少见 但如果不是这个社会一定需要的东西 就没有意义 所以肖战的稀少正是因为娱乐圈需要这样的稀缺 才变得尤为珍贵 咦 肖战的脸很稀有 虽然外貌在娱乐圈基本上是标配 没有什么值得宣传的 但要想在符合中国大众主流的同时 统一个个年龄层的是美感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肖战的颜值和气质正是娱乐圈的先锋 纯粹 中国式 清洁 温和 这样的脸不仅没有缺陷 也没有攻击性 不会过度渲染 也不会打扮得很受欢迎 能抓住人心 看惯了娱乐圈一些没有辨识度 千篇一律浓妆艳抹的精修脸 再看到肖战这样原生态纯天然的脸 就会眼前一亮 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中国审美 二 肖战出道罕见 受过16年传统教育的孩子 选择24岁高龄出道 原本是一场勇敢而化时代的革命 但肖战成真 成功了 知识的积累是他的基础 文化的熏陶是他的素养 家庭教育是他的修为 所以他与那些设施不深 过早弃学 投身演绎的艺人不同 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听话 孤僻 没有思想的资本工具人 这样的特质很少见 打破了我们娱乐圈因为读书不好 而混淆的传统人士 我们喜欢肖战 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这份理性 成熟和智慧 三 肖战的经验稀缺 刚一走红 马上就被全网黑 我觉得小说里都不敢这么写 肖战的经历就是这样 这样的经历 看起来像结束 也是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肖战的隐忍 坚强 不放弃 并在沉默中 不停的自我修复和升级 战胜了这一切 让他复活了 他身后有多少粉丝支持 要说他多么幸运 这些都是他坚韧的精神意志 支撑着的 可能换作别人 早早就被打入18层地狱 自暴自弃 成为娱乐圈的牺牲品 所以肖战的崛起也很稀缺 他赋予了这个社会 所需要的精神力 四 肖战的人文价值稀缺 被粉丝喜欢 被资本追捧 被对手讨厌 他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肖战向这个社会传达的 是他的智慧 长远 懂得进退 洁身自好等正能量的要素 我们的娱乐圈太需要这些了 这样的明星艺人真的很少 资本家是精明的数学家 知道肖战的人文价值无限巨大 必然会带来丰厚的经济价值的粉丝们 更是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如磐石般追随 有多少艺人能做到 所以 在当今浮躁激进的社会 充满利益的娱乐圈 只有像肖战这样正能量的艺人 树立标杆 成为青少年的正偶像 才能真正从饭圈领域 推动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 肖战不如使命地成为了这一时期 青年偶像的代言人 因此他拥有断崖式的热度 和巨大的经济价值 以及不可企及的顶流位置 凡事都有因有果 肖战的成长 蜕变史 是娱乐圈打工仔的励志奋斗史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值得我们学习和赞誉 最后 希望肖战永远保持初心 守住底线 严于律己 走得更高更远 你希望你的粉丝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之前从一个普通人 到现在成为一个 大家喜欢的一个公众人物 我知道大家在路人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觉得说我的粉丝 我觉得首先你们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然后你们才会有你们的 咸鱼生活来喜欢你 追求你喜欢的运行 请点赞 留言 加订阅哦 谢谢 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之痛 Nice